45岁的大S与53岁的巨俊叶闪婚,大S也真是果敢,他每一次的结婚都能让网友们大吃一惊。 据说大S与巨俊叶官宣结婚短短一个小时,南方巨俊叶就被爆猛料疑似翻车。 据说大S这一次再婚是瞒着家人的情况下,而且还是在没有与南方巨俊叶见面的情况下,就通过文件的形式在韩国办理了结婚手续。 大S这婚结得也太草率了吧,闪婚闪离再闪婚,是命定情愿还是真心错付? 大S和巨俊叶相遇很像偶像剧一般,20年前的巨俊叶是火爆全球亚洲歌手,而当时的大S就是台下的小迷妹。 在演艺圈朋友的介绍下两人相识,大S和巨俊叶几乎是一见钟情,此后大S便展开疯狂的追求。 后来两人还在身上闻上了特殊的印记,但是好景不长,两人只相恋了一年。 就因经纪公司的阻挠等因素,两人的这段恋情没有再继续,如今。 过了20年后,大S又在遇真爱,这也太戏剧化了吧,大家在纷纷祝福之余也不免感到担心,大S瞒着家人也要和巨俊叶结婚。 如今的巨俊叶真的值得托付吗?毕竟两人分开已经20多年了,外界都传巨俊叶单身20几年未婚。 单身的原因并非在等待大S,据网友爆料称,巨俊叶有被传骚扰女性的丑闻,甚至他还参加过相亲综艺节目,而且还是全裸上阵,惊呆了一众女嘉宾。 这些丑闻想必大S不会不知道吧?据俊叶还宣称结婚后考虑带大S回韩国生活,大S还有一双儿女也要带回韩国一起生活吗? 真不知道以后结局会是怎样的,不过还是祝大S幸福吧。 对此你有什么不同的观点看法呢?欢迎留言评论长按点赞支持一下哟。